为了协助低收入户籍儿少福利机构 安装全新的节能家电 新北市政府推出了新北新家电 幸福送上门的关怀活动 号召14家企业来捐赠多项节能的家电 总价值是超过535万元 期盼社会各界共同响应新北节能的工艺活动 在新北市政府的号召下 申保集团等14家企业 响应新北节能工艺计划 共捐赠新台币535万元的节能家电 协助低收入户与儿少福利机构太久换新 达到环保节能照顾弱势的目标 新北市有很多社会机构弱势家父 因为家电老旧耗电力强 变成它没有办法享受 因为家电带来的舒适跟方便 所以14家企业特别发起 节能工艺计划 让所有的新家电用节能替代耗电的产品 许多若是家庭受限于经济状况 无力怠换老旧家电 常常是用到不能用才丢掉 但这却造成更大的能源负担 申保集团总裁陈盛典指出 及早换成节能家电 其实电费真的省很大 新家电真的是 有时候可以节省到五六十趴 所以希望我们也希望蔡仲伟 继续来鼓励来替换 除了说弱势团以外 有钱的就尽量来替换 以前我们买家电都用到派不断掉 派不断就一直修理 其实现在家电已经是很便宜了 你省了电的钱 就过你买两三台新的 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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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新的 新的 家电物资 多位电锅及热水瓶等小型家电 今年在多家企业赞助下 募集到冷气 冰箱 洗衣机等多样化的家电 约可协助五家社福机构 及350个弱势家庭 态患 期盼各界共同响应 关注 共同协助弱势 节省一点电费 把多一点幸福送上门 记者轮红采访报导 新北市急难救助会 响应新北市好日子 爱心 大平台的方案 捐赠多项民生物资 赠予社会局 心态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所服务的弱势家庭 期待透过物资的捐赠 补充经济 弱势家庭的 基本生活所需 新北市急难救助会 在新泰社福中心 捐赠家庭各式食品 及婴幼儿用品等民生物资 市值10万元 包含奶粉 安素等高单价食品 由社会局副局长林昭文 和新泰社福中心 督导 增加其等人代收 将由社工转赠 给服务在暗中的弱势家庭 我们主要是针对 新泰社福中心 新庄五谷 泰山林口 高风险家庭 所需要的物资 按照社福中心 提出的需求来做捐赠 这次捐赠的都是 高单价的营养品 像奶粉 安素 然后还有小朋友的尿布 张基胜表示 救助会从94年成立 至今已有近500会员 借由自由乐捐的会费 及业承求 配合社福中心提供的案家 在实地访试后 给予金额寄住 平均一年均救助达200个案家 本会创立于民国94年 然后一直长期在地方生根 然后我们有创立一个 永辉军专案 照顾弱势家庭 还有没有居住场所的 高风险的住民 然后我们在每年会办理 温馨维如业 也是宴请新武泰龄的 高风险家庭 跟低收入家庭 让他们饱餐一顿 有过年的气氛 大家都能够来 响应新北市的 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那针对我们新泰武林 这边的每一个弱势家庭 透过社工的访试 发现这些需求 特别感谢我们 将就会长期对这些弱势家庭 依照他的个别需求 提供必要的物资 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新北市社会局副局长林昭文表示 感谢新北市吉南救助会 长年响应 从食物银行到好日子 爱心大平台 政府预算有限 但社会爱心和民力无穷 尤其历任会长 率领干部配合社福中心 对岸家所需的民生物品 几乎是客制化的提供 非常的窝心 记者胡宇轩新庄采访报道 由台湾肠癌病友 协会所主办的第四届 为爱而跑公益路跑活动 在新北市新店碧坛东岸登场 共吸引了1500位的民众来参与 艺人郭书瑶也受邀到场 替爱友们来加油打气 并呼吁大众养成运动的习惯 多注意健康才能远离疾病 台湾肠癌病友协会主办的 第四届为爱而跑公益路跑活动 契号在碧坛东岸登场 由头颈爱关怀协会所带来的太古表演 为活动揭开序幕 台湾肠癌病友协会理事长王兆元表示 台湾离癌人数逐年增加 因此希望借有路跑活动 呼吁社会大众重视运动与健康 并且关怀癌症朋友 同时也非常感谢社会各界 对公益路跑的支持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从第一届500个人 第二届600个人 第三届去年在这里800个人 那大家知道今年多少人吗 1500人 大家站不站 站好 我们今天也有涉滩 告诉大家怎么样从预防 从营养 还有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路跑运动 来做预防 当然我们要早期的筛检 从去年上一届就在我们碧坛 那谢谢长癌协会给我们这个机会 然后请我一起来协办 那我们当然说你们看到的周边的志工 还有很多的朋友一起来邀请 包括我们家自己三代都一起来跑步了 我们鼓励大家多运动 这次的公益路跑也邀请到艺人郭书瑶与啦啦队到场为Io们加油打气 希望借此号召更多企业团体加入关怀并友行列 就算不是血友病的血友们 其实一般人也是 我觉得肌肉这件事情要把它练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保护关节然后保护各个肢体 在天空作梅下周末天气终于放晴 不少爸爸妈妈也带着小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个相当有意义的活动 开跑前大家都跟着健身教练活动筋骨暖身为路跑做足准备 我觉得很有利益为公益路跑带小朋友体验一下 起跑枪声响起后参与路跑活动的民众依序向前出发 这次的路程共有六公里 有些Io虽然体力不佳 但依旧透过步行方式响应 期盼能够将爱的正向力量传播出去 鼓励还有勇敢面对健康的民众更加重视癌症这个议题 记者沈小旦采访报道 内方饶街文化的观光推展 协会在上个月协助业者找到合适的地点 打造复古文创亮点 在本周十让食堂正式开幕 不仅利用老屋的古物装潢 并有黑胶唱片 萨克斯风等乐器演奏 营造独特的音乐氛围 目前也提供餐饮 希望结合本周六老街的市集 提供游客们与众不同的服务和享受 瑞芳老街文化观光推展协会 除了日常举办后站文化导览及平等体验外 也积极寻求文创业者合作创造老街新亮点 自上个月老街快炒店店面顶让后 进驻的十让食堂 以老屋古物与爵士音乐餐饮的氛围 带来不一样的观光活化 我们十让食堂上个月搬到了这个新的地方 那我们大概 我们现在已经营业了一个礼拜的时间了 那我们的特色其实是比较偏向古物 呈现给大家的一个氛围 那我们会在晚上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做一些调酒 那喜欢喝点调酒微醺的朋友都晚上都可以到这边 然后放松一下心情 那我们会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会不定期的安排一些音乐的一些表演 来到食堂可见到旧食橱柜 菱形玻璃窗花等复古元素 一一压压的拉门更是厨房上赛前的小惊喜 除了有当天现做的红绿咖喱鸡腿饭等减餐 特色的建层奶茶更是打卡必备 营业时间自中午12点至晚间10点 夜间提供的浪漫调酒 周末时的萨克斯丰等7月演出 疏解工作上的紧绷 店内的画作皆出自老板娘之手 而控出来的老橱柜 则预计与文创品牌合作展示 让经营更多可能性 因为我们瑞昂老街开发的比较慢 没有说一般的那个商业气息 如果说像这种那个有文创的这些店家 能够继续在这边 相信这对我们老街是一个很大的注意 这个礼拜星期六 也是我们瑞芳市局的再次的那个展现 我们在民众乌站创生基地 三楼有做这个展演空间 二楼做一些文创的摊位 我们很希望游客前来这边 来参观十浪食堂 里面的户古跟一些朴实的一些摆设 跟一些设计真的是蛮有味道的 本周六上午11点至晚间6点 在老街民众服务站有 干妈店市集 食堂不仅作为老街协会的借问站 供民众指引附近景点等服务 如有餐饮需求 也欢迎游客来店内参观做作 感受瑞芳老街与众不同的商业新气象 记者三号为瑞芳采访报导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 1966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小鼠火下去 你该不会是从2000年前的古代穿越而来的吧 每次穿越失控都把我搞得好惨啊 所以这次我一定得选个防身武器 我得选个狼牙棒 古代没有诈骗集团吗 用LINE私下交易先付款后出货 尤其在社交平台买东西 这就是假网胎真诈骗的特征 等你把银子给它 它根本就不会出现 也不会出货给你 只要提高警觉 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好咯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天酸 大圣啊 千般不当落跑啊 违规拒绝拦截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掉扣驾照六个月内 下回可以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最重处罚15万 并吊销驾照哦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拒绝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前政署关心您 现在等公车是很智慧哦 不但公车有后车停动态干板 一些没有后车停的也能够设立智慧公车站牌 其中在汐止北山里的公车站 虽然等车的人很多但是一直没有设置 等车是很不方便 经过两年的努力直立式的智慧公车站牌终于设置了完成 公车核实道可是一清二楚让民众等车更智慧 汐止康宁街居住人口多 沿线的公车也不少 光是在靠近明峰街的木南煤矿站就有12班的公车 不过因为在往台北市东湖方向没有腹地 并没有办法设置后车停 不过一直都有里民在反应 等车都不知道公车何时会来 所以这几年里长也希望能够设置直立式的智慧公车站牌 从找地方到设置一坡三折终于完成 上班子的人非常非常多 因为这社区刚好在明峰街297项298项 还有我们三民街这边等等 民众等车子非常多 那一直跟里长反应说 智慧看板都没有安装 那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已经争取两年多了 那也要跟交通局会堪一直在会堪 主要是因为康陵街路不宽 原本要设在骑楼却申变 后来找到地点又要等台电接电 这来来回回就是两年的时间 现在里内连续两个公车站的智慧站牌 都已经完成启用 但等公车的民众直说方便多了 这个蛮方便的 OK 怎么方便 有时间表可以看 而且比较明显 那后来我们在里长这边 再找一个适当的安装 那个智慧看板 那已经确定 也是完成了 让我们这边的民众 来这边等车 一看就很明了 几点几分到我们这个站 包含我们经贸营区 那一站也是完成了 这一带社区大楼也不少 上下班等车的人多 现在有了动态显示系统 从公车好几分到站都会一情二处 等车更智慧 加重惠林 细子采访报道 淡水区大信街连接大义街29项 从原本的10米宽的道路中间 却突然缩减成1米宽 里长表示原本这里可是都市计划中的道路预定地 但用地还没有被征收 算是私人土地 造成用路人是相当不方便 因此市议员日前也找来相关单位来会刊研讨土地征收的事宜 画面中的机车行驶道路发现越来越窄 两旁住立着铁皮屋只剩下一公尺的宽度可以通行 这是位在新北区淡水区大信街45号前方的道路 原本这里可是都市计划当中的道路预定地 但里长表示由于早期这块土地是属于同一个地主所有 后来周边盖满住宅之后 剩下的道路用地无法使用 就被建立铁皮屋当作仓库 使得居民骑车经过都相当不方便 平景道路这个已经很久了 就是从周边的这些房子全部都盖好了 而且他这个本来他是整片土地都是一个人所有 所以他旁边可以盖的地方已经都盖满了 剩下的那个道路预定地 他就留着不能盖房子 他就自己盖一个小房子 盖个铁皮屋再放东西嘛 那个仓库这样 所以到现在他只能机车通行 那这样又不能休闲家 不能休闲家 所以我这边的里面都很不方便 你开通是比较好 大家主要有 后一半的 是说走在险差 车坐 还好你晚上几台你走而已 哪有可能像你是 里长说这样子的情况已经超过20年以上 不少在地居民都习以为常 把这边当作一条小捷径再通行 虽然只有机车可以通过 但平均每分钟还是会有三到四台机车经过 使用相当频繁 因此市议员日前也找来了市府新工处等相关单位来会刊 研讨土地征收的事宜 希望这边的陆府可以不要突然变得这么窄 那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这边是一个未征收的计划道路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新工处这边来评估 如果它符合瓶颈道路的评比 那如果可以的话 就应该要来达同这个瓶颈道路 让这边的陆府不能突然间 可能从五六米宽突然间变成不到一米宽 那这个确实是一个瓶颈道路 那我们跟周边的住户这边的沟通 他们就是希望这边可以来达同 市议员表示这样的状况 是让经过的用路人相当不方便 不只是瓶颈道路 而且还是个S型弯道 经过时都得透过反射镜来看对象 有没有来车才不会发生碰撞 而未来市府新工处 也会评估瓶颈道路的标准之后 议员也要求要积极地与地主来沟通 土地征收问题 尽早打通这一段的瓶颈道路 记者许端一带学赛报道 新装中港大牌经过完善的规划 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因为只要有明代或者是相关单位 都会选择来这边举办活动 就会吸引到不少民众来报名参加 不仅可以增进亲子互动交流外 还是有益健康 新装中港大牌整治工程 在民国78年完工之后 不仅成为中正路以北主要的排水干道 而且经过规划到处可见美丽的自然生态景观 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为 当地最佳休闲散步的后收灾 也因此只要有活动举办 就会吸引里长或者是各机关团体组队报名参加 有办这个活动 大家都都出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这个活动可以让我们的会员也能够走出户外 来开阔视野 然后可以互相来联邻 办理活动再配上好景点 喜欢户外运动的民众 就会邀约三五蚝油或者亲自全家总动员 大家沿着中港大牌来个全民见走 增进有情的互动交流 友谊身体健康 今天跟阿公出去运动 因为大家要活就要动 大家都出来运动 走得比较身体健康 因为没有三高 你说对不对 以前这条大排水沟号称黑龙江 环境恶臭囊闻 根本没有人敢靠近 如今整治完成 每天都有不少民众结伴休闲散步 因此不用花钱买门票 不妨有空前往这里走走运动 还能够免费享受大自然生态特色景观 究竟呈现您眼前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汐止区城中里不断的种花绿美化 基隆河且东西的步道 每天都有花可以来欣赏 而里长更是进一步来规划 指摘培育区 将一盘的花花草草进行插枝 等他们长大了再移植到里内 持续来种花绿美化 包括仙丹 紫薇成果是不错哦 今年打算再移植 让里内环境更好 这是今年7月 紫薇盛开的情况 从基隆河防训部到 往戏指国泰医院后方的方向走 是附近许多民众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一眼望去美丽 紫薇盛开 尤其桃红色及粉色花开 开了一整排 看过去就好像紫薇花墙 还有连橘色的仙丹也盛开 杏蝴蝶蜜蜂生态成果真的很不错 而不只照顾这些花花草草辛苦 这一大片的植栽绿美化 也要不少的钱 所以沿线除了看不完的花草树木 里长还特别打造城中里植栽培育区 沿途共开辟了五个专区 最近看到的这些培育区的这些仙丹的话 我们预计说今年度有一些花圃里面有一些死掉的部分 我们大概会预计在月底还是12月份的话 我们再来移植把它补种下去 从不会到无私自通 就慢慢自己培植 慢慢搜寻这样 那我们现在仙丹跟紫薇培育的很成功 接下来我们想再培育培植碎花棋盘角 一开始因为大家都没有培育经验 得从头开始摸索一群志工一起跟着做 先从旁边的植栽检枝再到培育区叉枝 然后就是浇水施肥等看看是不是成功 慢慢的就有成果出来 现在最有成就感的就是公粉仙丹 而心中的紫薇也不错 尽管红色大王仙丹不容易 但是志工们还是不放弃 培植起来我们成功 大家我们看了就有很高兴 然后李明走过去看到 也就跟我们夸奖说花很漂亮 大王仙丹的话 是培植也有成功 但是效果好像不很好 十只大概给个一只两只这样 但是公粉仙丹的话 十只有九只可以起来 所以说感觉上公粉仙丹 那那个紫薇的话培植也蛮OK的 我们一季今年的我们的紫薇培育区的话 也要来也要来移植 不用再花钱买苗木 连栽培都自己来 看着一开始种的仙丹 越长越大还开花 大家好有成就感 接下来也打算再移植到旁边绿美化 并且开始提供民众索取回家种 要让里类绿美化遍及各个角落 这层慧玲系纸采访报道 在社会角落 陪伴这些孩子的 只有害怕 请您握紧每双小手 给予爱和勇气 保护儿童需要您及时伸出援手 请支持家福用爱包围手鸟 帮助他们成为保护自己的小英雄 守护儿童立即行动 大家好我是美美 这是我女儿花花 今天要分享我做的MV 希望大家会喜欢 不行 怎么了 你做的MV 使用到的音乐和贴图 都有得到授权吗 没有 那就不能播 除非取得授权后 才能和大家分享呢 抱歉 身为直播主 今后我做直播时 一定会注意著作权相关规定哦 直播有授权 分享才安心 车怎么看的 你怎么看的 你怎么看的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波化疑等就对啦 预防电气火灾 用电不得操载 电线不滚绑 圈子方法比较安全 插头不潮湿 不使用电气时 请拔掉插头 电气周围 不放 没有安全标章的电气 不满 不用 复义电气火灾的前兆 新电区大风国小 少半队在109学年度 新北市市长辈 击败其他队伍 勇夺冠军 这是大风少半 成军以来 首次拿到新北市的代表权 也将在12月份 来参加花莲的台彩威力杯 少半锦标赛 追求更高的荣誉 气势磅礴的战舞 展现大风国小少半队 辉煌的战果 大风国小少半队 在传家机 在109学年度 新北市市长辈中 击败了新北市 其他16支队伍 夺得冠军 大风少半队 特别举办庆功宴 为选手们庆贺 教练 孟廖灿东表示 这是大风少半队 成军以来 首次拿到新北市代表权 将在12月 参加花莲台彩威力杯 少半锦标赛 一直以来都只有在第二名 最高打到第二名 那所以小朋友对于这次的比赛 其实也充满了企图心 然后也展现出很强大的意志力 想要打赢这场比赛 对 然后到最后 他们扛出压力拿到比赛之后 其实他们都很开心 知道自己做得到 就是很开心啊 第一次参与到这种比赛 然后也拿到了冠军 这次参与这个比赛的时候 也不会想到会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然后后来打一打 然后也谢谢球队 每一个队员还有教练 都可以支持着我们 然后让我们打到这么好的成绩 在四天六战的循环赛下 大风少棒一度落入败部 但小选手们并没有因此放弃 克服种种困难 最终击败强劲的对手 取得冠军资格 选手梦料受急 还获得打击奖第一名 每个小朋友都让我很惊讶 其实每个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好 如果要说特别读书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上场的选手 包含在板凳的 他们都有进到他们该做的任务这样子 庆功宴上不少民意代表也到场祝贺 新北市议员刘哲章则鼓励球队 做好准备在全国赛中赢得好成绩 大风棒人从成立到现在 今年是第七年 那其实他每一年 我们都看得到他们的进步 那今年的成绩更是犹豫 他得到新北市市长杯的冠军 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开心 就是说在这七年当中的付出跟努力 是这个终于开花结果 迎战台彩威力杯少棒锦标赛 绝对是另一个严峻挑战的开始 大风少棒队表示 将更加勤奋的练习 迈向下一场胜利之路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 甘宁国小学生总数今年才八个人 自从三年前 蔡爸爸的翻转教室和学校来结缘 提供科学知识和创课学习的资源 并在今年设定手作翱翔梦的主题 10号这天带领学生来用木制材料包 组装无人机 并透过遥控器来自由操作飞行 让家人见识到自己有趣的手作成品 甘宁国小是双溪区的偏远小校 学生仅有八人 才混零教育 学生之间彼此熟悉且照顾 加上外部资源进驻 提供偏向学生更多学习上的启发 蔡爸爸的翻转教室来到学校已第三年 学生们都不陌生 即上次完成遥控器后 10日轮到学生自制无人机 跟着老师的步骤拼凑材料 同时了解到无人机的架构与飞行原理 我们借由一系列飞行的课程 从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就有从纸飞机 一路上到手执飞机 做特技飞机 甚至橡皮筋动力的 那到这个学期我们再做更进阶最终版的 我们就是做我们四轴的无人飞行器 那因为目前的小朋友 我们发现说他们的动手做的能力 跟玩游戏的能力 其实没有像我们以前那么的熟悉 那么多玩的机会 那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机会 带给比较偏向的学校 我们用飞机这个媒介 让他们可以自己动手做DIY来玩 手做的无人机相较市面上的遥控飞机 考验着学生组装的对称性与平衡 孩子中最大的五年级学生 带领着一年级学妹 给予零件拼不上时的鼓励 低年级的学生也很认真跟上每个步骤 从十字形骨干的结合 到中央的遥控接收器马达 四边的螺旋桨还要记得固定集装上保护套 学生们等不及用成品 结合前几周制作的遥控器试飞 不过第一次操作上下左右前后 等立体空间飞行 练习上有难度 却也相当刺激 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一个键 比如说往上是要往上飞 往下是往下飞 然后右键是操控方向这样 然后跟谁介绍这个作品 奶奶吧 就跟他讲这个的特色吧 全级机器人他用的是凸轮的概念 也带孩子去实作蓝牙喇叭 我们今天这些四周飞行器 未来要再进一步带孩子 共同飞行 然后让这些飞机一起起飞 一起下降 让孩子养成一个合作 然后沟通协调的一个能力 透过无人机的组装与完成 让孩子们收获不少成就感 与组装机械的乐趣 也等不及将到手的新玩具带给家人见识 无人机彩USB充电 小朋友使用上也学习起飞时 不要距离人太近 才能安全自在地翱翔与双溪商业 记者三号文双溪采访报道 三支区浮城社区发展协委 为了赋予回收物更多不同的价值 创造了废生创意馆 为废弃物的回收物 翘首改造提升下产值 近来社区有了新的创意作品 带观众朋友们一睹为快 三支浮城社区 活化西萨库拉的周边环境 打造提供社区居民 任养的银法族开心农场 现在一旁古色古香的红砖错礼 更是被打造成为废生创意馆 里头的全列都是回收物 活化再造的成品 近来社区有了不同的作品 应用废弃符球 装上了各国的时钟 成了一颗利类的多国时间仪 充满趣味性与教育性 美国 英国 台湾 上海 还有德国的时间 全都在一颗废弃符球上可以见到 还有一旁的时间墙 更是将回收物活化再利用 发挥的淋漓尽致 不要的碗盘废弃的瓦片 以及电扇马达 都可以变成日常生活必备的时钟 活化废弃物也为生活增添乐趣 那当时我在看到说 这些捡破烂的捡这个十方人 捡那些东西到回收场去卖 卖个 捡一天卖不了八十块的便当钱 那假如我透过这个地方 这种东西来教育 可能他一天可以卖到三五百块 因为很简单的 让他组合 那我们再透过整个行销网 让他卖 让我们的出发点是在这个地方 社区成立废生创意馆 一方面除了一步步实现 将西萨库拉周边塑造成为 文创老街的终极目标 另一方面也希望 透过社区的教育力量 能够帮助弱势民众 获得更多的技能与知识 将废弃物活化 赋予文创的价值 借此也提升生活品质 技术品函三只采访报道 位在淡水区中辽里的 一处卫浴设备工厂 老板日前看到围墙外 蒜香藤花开得很美丽 想在下方加点什么 可后来请到了 在地艺术家的女儿来作画 可爱逗趣的艺术彩绘 吸引了不少人来拍照打卡 画面中墙壁上头画着 正在洗泡泡浴的可爱图案 不过画中的人物头顶 正好是围墙上的植栽 这是围在淡水区中辽里的 一处卫浴设备工厂 而工厂老板的女儿正好是 淡水在地的艺术家 她表示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现在这一处的局灾花震盛开 加上这里是做卫浴设备的厂区 因此就联想画出 可爱逗趣的彩绘艺术 然后它的造型刚好很像一个头发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人物 简单的人物 然后配合 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 就是卫浴设备的工厂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卫浴的浴缸 然后感觉它很悠哉的在那边泡澡 然后顺便享受一些自然的风景 所以我是刚好把那个地景 就是大自然的艺术 跟一些艺术的巧思 结合在那个场域里面 然后刚好因为它是路边 所以很容易就是大家可以骑车 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经过 可以刚好变成一个社区的 地景艺术的概念 所以就是结合环境 结合社区 然后作为一个艺术的发想 艺术家表示 每到秋冬季节 就是蒜香藤的开花旗 而画出洗澡的人物 在周围都是山林田野的中寮里 想象着一边泡澡 一边看风景 将上头的蒜香藤 结合到彩绘的艺术当中 也是希望将艺术 融入到居民的生活 因为我原先我工厂 上面有一个蒜香藤 那蒜香藤就差不多是 这个季节会是最盛开的 那另外蒜香藤 它开花的花季差不多10天 但是它不会说 开花的时候叶子就落光光 也不会说叶子很多的时候 所以变成没有花 那依现在来讲就是花跟叶子 我当时就有跟我女儿建议说 你能不能来帮我爸爸这边墙壁画一幅画 围墙主人也是这一座 卫浴工厂的老板则说 日前看到围墙外蒜香藤花开的美丽 想在下方加一点什么 后来就请到艺术家女儿来做画 没想到画出这么有趣的墙面彩绘 过去都会有民众来到这边拍照打卡 也希望在这个小小农村当中 用生活艺术来增添许多乐趣 记者许端一大学赛访报道 好闷喔 你不要把口罩随便乱丢啊 有什么关系 只用过的口罩不乱丢是基本的功德性 这小姐说的没错 最近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人出门都会自备口罩 用后的口罩不要乱丢 应该要像我这样 随手丢入垃圾槽啊 那口罩可以回收吗 用过的口罩不是自缘回收物哦 随意丢弃口罩 可依违反废弃物气泥法告发 除以1200到6000元把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关心您 西方var sperm starter 按 烂灌 红灯 冲啊 哦哦 麻烦靠边 有警察 qued酸 大晟啊 千 올�忋 Chalkeeper 好啊 违规俱解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瞎回 亏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握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造幸福城市要从社区来着手 台北市政府首次整合了12个局处的资源 针对社区营造举办联合策展 包括社福医疗和环境景观等 希望提供整合性的服务 减少社区工作者的负担 顺利推动社区改造计划 营造幸福的社区环境 猎日下弯腰插秧 台北市太平国小农事课程 让小朋友清静土地 体验农夫辛劳 收成后有家长、志工和老师 陪着孩子一起做料理 学校和社区的紧密结合 扩大学习资源 让学生有机会参与活得师农教育 那我们把森林跟稻田 带在这个校区里面 那让小朋友可以在这个校园里面 就可以体验到环境这个生态 其实我们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不是给有能力的人 而是要给有需要的人 去获得这样的一个资源 营造幸福城市得从社区出发 北市府花了两年时间 从社区培力、社福医疗等 八大社区工作着手 整合12个局处资源 所创由空间规划的都发局统筹办理 让社区工作者一次收集 不同局处的社区资源 所以一个大器材盖完 不是它一个单独在那里 如果它不能融入这个社区 它不能够有效的发挥它的功能 所以其实社区营造就是一个 简单的讲就是一个跨局处 然后一个全面性的 以问题为导向的整合 打破跨局处专业不分工的组织文化 市府在一楼中庭 举办联合策展 包括补助案的提案 实行时间以及办理期程 一次整理到位 减轻社区工作者的负担 希望透过公司协力 营造幸福社区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为了让消费者在定家消费时可以舒适卫生 台北市卫生局特别举办了109年度营业场所 卫生优良自主管理分级认证 共有382家六大场所来参与 其中378家获得了优级标章 四家获得了良级标章的肯定 美法师手法轻柔的为客人洗法 并仔细讲解每个步骤 美法店面环境也舒适卫生 这些都是台北市卫生局平和营业场所 卫生优良自主管理分级认证的代表指标 那其中四家是没有通过 那两家在过程当中是歇业 那剩下大概有382家 那这382家其中有378家 是获得我们优良的认证 四家是获得良级的认证 今年度共计有382家业者 参与卫生优良自主管理分级认证评选 其中包括旅馆业125家 美容美法业107家 浴室业64家 游泳业50家 娱乐业20家以及电影片映业16家 针对基本卫生项目 还有一些的良好卫生项目15项 总共有22项去进行平和 所以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认证制度 其实在卫生管理上 是有相当程度的一些管理的 台北市卫生局针对六大营业场所 邀请专家担任评委 现场平和以及辅导 强化业者营业卫生的自主管理 共计378家获得优级 4家获得良级 要为消费者把关 保护卫生安全 为了推广全民休闲运动 台北市市林区公所连续三年 举办了法式滚球锦标赛 这项运动是老少嫌疑 适合全家大小来参与 区公所也希望借此养成民众运动的好习惯 交战队伍轮流投资铁球 哪个队伍距离目标球最近就得分 市林区天狱里长潘景雄 德华里长林申贤都组队参加 两位里长首轮比赛就狭路相逢 比分互有领先 里长的成长 但是应该是团队的一个合作 那这次能够幸运的能够晋级 但是后面一场还是要更加的细心来打球 我们也非常有机会跟这位里长PK 还是里长厉害 市林区鸾树杯法式滚球锦标赛 是由区公所召集辖内各机关及运动团体 共同办理 是一项优雅且老少嫌疑又有趣味的运动 它结合了法式的悠闲与台式的浓浓人情味 借此让更多朋友接触这项好人的运动 法式滚球是一个很容易入门的运动 其实小朋友或是老人家来都OK的 那来大概学一下就很容易入门 但是要打得好就要非常地有技巧 受到疫情影响 原定要在夏天举办的比赛 延后到11月举办 但如同网民一样 报名队伍相当踊跃 分别为精英邀请组16队 乐活长青组24队 欢乐少年组9队 区里推广组16队 总计65队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比赛增进区里和谐 达到全民休闲运动推广的目的 记者游湘亭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信义区百货林立 过去这里是属于松山区的一部分 一直到民国79年才独立社区 今年刚好是信义区建立满30周年的日子 区公所特别举办了快闪跳舞的活动 邀请民众一起拍摄纪念MV 周边的台北101外墙也打上信义30的字样 希望和台北市民一起来分享喜悦 超过上百位民众聚集在信义区公所前 快闪跳舞 动作整齐 场面相当壮观 全是为了庆祝信义区建立满30周年 信义区建立 由信义区建立 信义区建立 走走走走 不少居民建政信义区发展 从稻田看到百货林立 这次更是一大早就分成三组绕行信义区各景点 还有国外的新住民也来共享盛居 社区的部分在拍摄影片的时候都还蛮开心的 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运动 那我们希望各个社区对于这个信义30甚至于40都可以有感 然后能够让这个社区的长辈在社区里面更加的开心跟乐活 为了留下珍贵回忆 区公所邀请民众一起拍摄纪念MV 包括立委费鸿泰和多位市议员及里长也现身力挺 周边的台北101外墙也打出信义30字样 要和台北市民一起分享信义区建立30周年的喜悦 记者邱世民台北报道 能拥有一口好牙才能有效摄取均衡的食物和营养 可是专家提醒 蛀牙是常见的儿童健康问题 甚至会影响儿童的发育和健康 因此要维护牙齿的健康就必须养成正确的结牙习惯 预防蛀牙的发生 小学生拿起牙刷 仔细刷牙用牙线清理 再让牙医师涂上牙骏斑显示剂 检验刚才的结牙过程 为了让孩子拥有一口背齿 台北市特别举办国小结牙观摩活动 专家更提醒 很多家长不太在意孩子乳牙取齿 但其实乳牙跟横牙在健康上同样重要 牙缝里面刷毛刷不到 那刷毛刷不到 牙缝要怎么刷 我用牙线刷 牙线用的会不会枫叶来越大 但是我们常常就跟家长说 你刷牙的时候 会不会刷到食物 不会 那为什么要刷牙 因为有细菌嘛 那牙缝的地方 有没有细菌 其实更多 那怎么办 我用牙线刷 根据资料显示 台北市的学童取齿率 从105学年的51.64% 到107学年度下降为45.18% 远低于全国的57.35% 关心孩童牙齿健康 台北市除了提供幼儿园 整合式口腔检查 也有盗校图符等等 多元预防服务 乳勾的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乳勾 因为小朋友在六岁的时候 其实他血压方面 还是有查的 那想说是把这个窩勾 填满之后 那小朋友在清血方面 造成橘子各方面 一定会降低他的 那个那个蛀牙力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牙医师暂停到校图符 为了不影响108学年度 下学期 国小一年级学童的权益 专家也呼吁 还没有图符的孩子 要赶快到医疗院所 接受图符 减低蛀牙几率 记者顾菜友 台北采访报道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心 各地有什么地方活动讯息 也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